我們剛剛廣告在講 起聖兄在講說 這個男生啊 如果人到中年 突然很在意自己的外表 真的多半恐怕都有一點問題 然後呢 月兒他們就在講說 這也真的 老公在家裡面 躺在那邊看電視 就完全不想靠近他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他們有理由 因為他確實是上班 現在已經不是那個上班 八小時 常常是九小時 十小時 而且有電腦 並沒有比較方便 因為他回來以後 還會延續工作 所以就很討厭 然後他只要有空的時候 他可能就攤坐在沙發上面 你要叫他動一下 就說我今天已經很累了 廢話我也很累了 可是你自己要運動一下 他說可是你知道嗎 我有同事他們都去運動 你希望我像他們這樣子嗎 我說很好啊 但是他們每天 就把自己打扮得 很光鮮亮麗的去運動 我說去運動 為什麼要打扮得 很光鮮亮麗 他說因為他們都是 用中午的時間 到那種健身房 運動完以後 還會吃一點生肌飲食 然後再洗個澡 再進辦公室 我說哇 現在人這麼懂得生活 他說不是只有這樣子 他們還有你看不到的 很快樂的生活 中午的約會嗎 對 我聽完以後我就說 就說午期嗎 你繼續躺沙發好了 不過 不過齊聖兄 現在你在職場上 又碰到很多的 有沒有這種到了中年 現在很多人都說 要用年輕一代啊 他們比較便宜啊 比較耐操啊 中年反而就失業了 可能你覺得你闖到40歲 43歲你應該在一個level 結果你突然沒有工作了 中年轉業潮 據我們的新三高來講 應該是也蠻多的 這個是現在的 職場上的一個現況 因為呢 中高齡呢 他有三高的問題 什麼高呢 就是他的薪水很高 職位很高 然後呢 另外呢 這個 他的 這個職位很高 薪水很高 另外呢 就是他的資歷很高 資歷很高 怎麼會是危機呢 資歷很高 使喚不動了 對不對 那所以說 寧願用年輕人 他的起薪相對比較低 所以你尤其是 你比如像金融機關 很多金融界 因為整病啊 經改的關係 其實有一批 中高階的 就是到了中年 就被失業了 曾經新新聞 有過一篇的專題的報導 說這些人多麼可憐 早上起來 一定要準時提著 公事包出門哦 還不敢跟家裡面講 然後呢 坐在二十八公園 那個舞台前面 那個木板凳上的 就等著中午 等到中午的 就去吃個便當 然後呢晚上準時間回家 這是目前呢 在職場上的一個現況 這是只有那一天 有這個個案 所以爆出來還是不止一個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的這個 中高齡的這個失業問題 是很嚴重的 可能以不同的形式的方式 他們要對別人隱藏 存在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所以說 因此呢 我覺得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職場上頭 包括對於二度就業的婦女來說 這個職場也是對他們不友善的 非常不友善的 就是能夠提供的 這個條件給他們的很少 我跟大家來做一個說明 根據這個人力銀行所做的網路調查裡頭 請了這種懷孕生產完了之後 重新回到職場多少%數 六成 所以有四成人不見了 就從這個職場上 就回歸到家庭 可是回歸到家庭呢 萬一如果先生又是中高齡失業的話 我覺得這個家的那個 那個經濟的那個負擔 真的是非常沉重 這是一個現實 社會現實普遍存在的一個狀況 所以有工作的人啊真的還是奉勸了 今天不努力工作 明天努力找工作 所以能夠有一份工作啊 要新陳的感恩跟僥倖 好好的工作 可是我發現現在不一定是你很努力 就一定可以找得到工作 你肯定是沒工作啊 所以我就有個朋友 他就是高階主管 那就是他的轉職已經在公司裡面轉了好幾回了 因為他職務很高 所以他的等級也很高 所以在每一個部門老闆就把他轉來轉去 轉到後來他又覺得不對勁了 果然在08年的時候 他這個工作就轉不見了 不見之後怎麼辦呢 他就想讓我自己弄個貿易公司 近一點貨到台灣來賣 哪有這麼容易賣 時間半年一年的過去了 那要做點什麼呢 好他真的是捲起袖子 連那個美食街的 捷運站美食街他也去做 就弄一個攤子 碩士啊留美的喔 然後他也做 可是原來他說攤子裡面 你不要小看耶 這裡面也有競爭耶 你如果是賣的東西跟人家雷同的時候 人家會擺你一眼 而且你的位子其實影響生意好壞 不到半年果然也收起來了 現在還在努力找工作也還沒找到 最近他跟我說他有一個心情很沉重 我說為什麼 媽媽看到他已經08年到現在 已經大概兩三年沒有找到工作了 媽媽說兒子啊 中午還是回來媽媽家中午吃個飯 我還是可以煮個飯給你吃 那還有就是媽媽每個月 撥一萬塊給你當零用錢好不好 兒子當然是當場拒絕 可是他說其實我好心酸喔 媽媽跟我講這句話 每個月給我一萬塊讓我過生活 我說你要相信你媽媽是好意 他說我知道 可是我拿了我就不是人 但是我想說如果你真的過不下去 還是過日子比較久 不過這個超轉值率我要補充一下 它不一定完全是只是高失業率 像我們在臨床上面有看到 有一些人這一點要順便 因為這個時段有很多可能包括媽媽啦 或是先這個男士的媽媽在聽 你要知道高轉值率在我們 在以男士來講 40歲到45歲我手上有很多來就診的個案 他來就診的時候常主述的是說 他一種很不安然後不滿 然後有時候會導致失眠 為什麼呢其實他的人生歷練 他等等的他是到一個 他還覺得我可以獨當一面 但是他每次開位的時候 他就覺得那個坐在那邊最大位 那講的話很stupid 很愚蠢 很不好 我想要自己開創的變天 這個時候他想要一個新的方向出來 也許他要獨立作業 也許要找自己夥伙來開業 但是他另外一個不安在那邊 因為這種東西就全然是要可能跟過去 他已經就跟雲下去的東西要切斷 他要重新起爐灶 不行耶 這時候每個月媽媽 太太都會跟你明白 兒子要交學費 我的柴米油鹽醬醋 什麼這都很現實 所以我萬一那一腳一踩下去 萬一踩不對了 那這個不是我一個人 像年輕人說我沒結婚 而且像年輕人要開始闖試驗 那真的身體要好耶 所以他這個時候就會變成 這個時候像站在一個十字路口 繼續往右邊走 他心情又不太甘願 但是要往左走想要換一個方向 他又不敢怕腳踩出去 會不會踩不穩會摔倒 一家人就垮下去 所以我們其實會常常會那種 我們年輕人那邊有一種疾病 叫做廣泛性焦慮症 講白一點就是一種 慢性焦慮症的現象 這時候還真的需要 我們這些家裡面 他的另外一班他的家人 要給他一些支持加油耶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是男人的心酸 是真的會這樣 今天有看到 壓力最大的壓力鍋對不對 非常大的壓力 尤其是因為小朋友 雖然說這個 幼教的經費也是很高 但是呢念大學的經費更高 那所以說其實對這些父母來說 就是中年的父母來說 其實他有幾個壓力 就是除了王華講的之外 剛剛楊醫師有做一些補充 但是其實中年呢 轉換工作其實很 比較多數還是在於被迫啦 主動的比較少 為什麼主動比較少呢 因為他沒有那個 承擔風險的能力啦 所以說你說要好 要轉一個工作 就像楊醫師說的 老婆一定會先警告你 你先搞清楚 你現在的工作 穩穩當當的 你每個月至少要準時 要拿出六萬回來家用 那等等的 所以說那中年呢 被迫轉換工作 你就可以發現到說 像08年金融風暴那時候來的時候 在路上開計程車 有很多都是老闆 很多老闆 你一聊起來 你看他的那個談吐 跟他的那種那種 那坐我一看就知道他不一樣 他就是老闆 所以轉來開計程車 好啦 轉來開計程車 我們現在的這個大眾運輸系統 又那麼便捷 對所以說其實計程車 也不是那麼好開 你知道這計程車的司機 一天至少 至少他要能夠賺到一千兩百塊錢 他才能夠扣除這些油錢 然後什麼等等的 還能夠拿回去 賴以為生 如果一天賺不到一千兩百塊錢的話 我想這個計程車 實際他的生活也很難搞 這個是如果說他願意做的話 還有計程車可以開還不錯 最近有一個研究發現說 很多失業的朋友 如果在家裡面 待了超過三個月以上後 你會發現 他的人際關係變很差了 大概有四成五的人走不太出去 就是說不太跟人互動 也不跟朋友聯絡 甚至跟家人也不太互動 所以甚至有很多專家特別提醒說 對超過三個月以上失業的朋友 你要給予正面的關懷 因為他們有百分之十四點七 有類似傾向 自殺的傾向 他覺得他沒有價值了 不過這還是講說三個月而已 說是男生壓力過大 女生生一個小孩 一下子一年說明都不見了 十年年假 我有個朋友三十幾歲 現在懷孕 他已經在想了 我生完小孩 育嬰假請一年 我大概也不打算回來了 大概也不會回來了 我也聽過老闆講說 我可以一年沒有這個人的話 那我要他幹什麼 所以安怡才會寫一篇文章 說謝謝生小孩 願意生小孩的女生朋友 其實我們台灣企業 有很多不合理的規定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這邊講的性別歧視 其實我覺得 這對女性來講 應該是很切身之痛 因為你在這個去就業 在職場的時候 可能老闆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男朋友 你什麼時候打算結婚 你什麼時候打算生小孩 那如果你都有的話 你最好還是回答沒有 我的話呢 這個一進去就懷孕 我們特別是要引婚 婚姻要引下 我們寫過書 提到這個事情 那所以呢 那這個一進去 就請這個 這個叫什麼 產假 產假完之後 其實老闆都是很不樂見的 那其實你過了這個階段之後 你以為比較好 其實也不是 其實職業婦女壓力是非常大 你想想看 我們如果說 以正常上班族來講 你上班到六點七點 現在台灣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你的小孩在學校 他一年級二年級的小朋友 他中午就放學了 於是他中午放學到七點這段時間 他待在哪裡 他待在安親班 我跟你講沒有一個媽媽 樂意把自己的孩子 這麼長的時間 放在別人的手上照顧 可是在台灣 這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因為沒有辦法 無奈 對 現在很多人都 可能靠著修修臉啊 修修身材啊 運動啊 會覺得說自己的中年 越晚來越好 青春可以留到最後那個尾巴 滑滑的還是要把它抓住 但是不要想我們待會回來 十大這個小症狀 十大中年症狀 你看看你有沒有 然後來確定自己 到底應該怎麼過日子